好 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今晚2月7日的AJ Market 我是樊巧瑜 我看到很多人在等待我们一起看直播 Kevin说昨晚美股临份之前24,000都没买 很害怕 不用怕啦 不知道是谁在大厅 Amy在这里 喂早晨 Peter说现在才开始 等很久了 Sunlittle在这里 说这个最聪明是谁 Peter Tang 他早已说想看这二三八八 立即答应你 稍后开始看 我们就看这两天的市况 真是认真精彩 要吃定个云朗丸才行 昨晚就不用怕了 24,900都没跌穿24,900 临睡未估 哦 是是是 他很波动的 我们看看昨晚多波动 千多点的波幅 昨晚道指 看见低位 真是24,000都是失守的 昨晚的低位 道指23,778点 高位24,946点 即是高低波幅差12,000 最后就浪上去 升回567点 升幅超过2% 去回24,912点 但大家记得上周五都跌666点 昨天前又跌1000多点 没有这么伤 另外纳指就升回2% 去到7,115点 升148点 另外标普也是升回2% 都是很伤的了 其实有分析就说 昨天和道比都说 前一天的市场 波幅下跌的那一刻 那么恐怖 就是因为电脑程式的沽盘 而有些分析就说 那些股盘要沽都沽了 反而可能市况来的 会乐观一些 其实那些所谓的Program Trading 我们昨天和道比谈过 就是会加剧大市的跌势 因为那些Program 你肯利用那个价位沽 其实可能很多Program 计算出来都是那个价位沽 一起执行指令的话 而且是机器执行指令 不是人执行指令 就不是人踩人 是机器踩机器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今天高天佑有篇稿 他就提到 他形容今次是AI的股灾 所以形容是第一场的AI股灾 好了 昨晚股市又回升了 所以那个VIX 这个就是昨晚 这个导致的表现 也是差不多以高位收市的 所以就去回接近25000点这个水平 好了 至于那个VIX 我们先看看VIX 前日很紧要 星期一急升超过一倍 录得史上最大的单日升幅 升到37.32的两年半高位 昨天曾经再升三成半高位 去过50.3的 创了2015年8月以来的新高 但幸好昨晚的VIX的恐慌指数 没那么恐慌了 就回落了两成 去到29.92 29.98 至于港股方面 昨天的灾情处处 也创了很多个记录 首先就是 跌成百分之5.17 跌成1667点 最深刻 创了2008年1月以来最大的点数跌幅 亦都是历来的第二大 而且成交是2500亿的成交 是2015年大时代以来最活跃 昨天有超过2000个港股跌 全市蓝筹50个都是跌的 另外北水方面继续掃货 港股通合共使用超过80亿人民币额度 这个总成交在创历史新高达到284亿人民币 港股暴跌 那些蓝症的朋友是一片仇云惨霧 有495只牛症被强制收回 是历来单日打靶数量最高的记录 由于大市跌得急 其实蓝症都是惨的 他们拆不撤仓 或者以价位不是很漂亮的价位拆仓 估计有蓝症估计 两天的跌市里面 他们输成亿 所以我觉得最近 如果对加数那么多 可能那些货未必很漂亮 但这些蓝症我很少玩 现在年纪大了就承担不了这些风险 好了 另外到底什么时候见底 我们就听摩根士丹尼怎么说 他们就估计港股有机会跌到28,350点才存定 因为就已经跌穿了今年的基本目标 就是31,500 股市要定下来 要两样的条件满足才可以定下来 包括恒指要跌到28,350点至30,000点之间 第一 比较好的风险回补水平 第二就是美国的长债息率回稳 和美元靠回稳 还有就是倭卵和股票基金投资者的 亢奋情绪修炼 这个大家已经修炼了 到底市场又怎样看呢 我们看看那个图 这个就是恒指图 昨天失手了十天 一早已经穿了 昨天失手了二十天线 五十天线是遣守的 现在大概是30,604点 昨天收市低位是30,595点 收市30,595点 现在已经穿了 用十天线来计算 以今天来计算 就是有点矮 有点担心 到底我们研究部怎样看呢 原来看到那条题就比较放心 因为这个叫九一跌市 贫现原来是调整多数近尾声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这次美股闪崩的触发点 就是那个旧调呢 就是说债息是上升 有关的 因为通胀升温预期 所以就令到部分的资金 就重头美债了 看到其实美债息 由星期一的高位我们说过 2.885里 之前就回落到2.7里 现在就大概2.7至2.8里之间 如果冲警这个息率的升势是放缓 可以有利金融市场稳定下来 就是全部的港股 有九成以上是跌的 原来是2016年1月以来第一次发生 这个9比1的跌市代表什么呢 即是跌势很全面 如果说是很密集的出现 其实都有些股灾的味道 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在牛市里面的话 出现91跌市的话 就可能是多数出现在大调整的末段 如果我们同意现在是牛市的话 而出现91跌市的话 就可能是大调整的末段 那么我们看看什么 其实EJFQ的工具非常好用 其实第一版已经看到 这里就是那个升跌比例 昨天的整体大市 就是95%是跌的红色 就是5%来升的 恒指成分股和国指成分股 全数都是向下的 那么跌势非常之全面 好了 我们顺便看看强势股指数 跌了13.7个百分点 弱势股指数升了2.1个百分点 三线市场全线急错 中线市场跌19个百分点 短线市场跌11.6个百分点 跌到28个百分点 跌到支持区的水平 有机会出现反弹 大家这是衷敬 好了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 到底支持位置 我们先放在哪里 支持位置先看50天线 因为50天线 原来我们以往过去一年 50天线就算穿了 4-5天之内 就可以修复回 可以重展的升势 所以50天线就很关键 现在就是30,604点 其实很近现价 如果今早上高开 几百点的话 就叫做不用跌穿 如果这个位置就算反弹 可能又再下试的话 要留意着如果穿了 再下试是什么位呢 我们昨天跟道比谈过 就是去年12月的低位下 28,134点 上到历史高位33,484点 回调的50% 就是30,809点 这个昨天就穿了 这个回调50%穿了 我们再下一格 就是回调61.8% 是多少呢 就是30,178点 齐头给他30,200点 所以说如果50天线 如果失手就下试是30,200点左右的水平 数字就是这样 希望今天的市场有些反弹 就不用真的试这些支持位 好了 我们就跟朋友聊聊天 答应了Peter Pan 是不是Peter Tang 看二三八八 大家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我们今天可以多看点大家关心的股份 讲到关心 可能大家都想看回控 我们今天讲一下回控 好吗 那么回控呢 我们昨天就说80元很关键 那么昨天收市呢 险首80元 80.1 80.1 对了 昨天收市80.1 看看先 那也是长方形区间的顶部 支持位 这个位置就是不宜有室的 但是它估值呢 其实现在来说 市涨率预测是1.2倍 其实是偏贵的 但是就这样 那些北水呢 那些北水呢 就不怕贵的 昨天的汇控呢 北水呢 那两天合计呢 呢 吸支50亿的汇控 那昨天呢 汇控呢 就跌得没有大事那么伤的 跌了3% 这个呢 应该都很多大家 是关心的股份之一 Raymond真的问了汇控 希望帮到你了 陈国伟就说 没有货先来反弹 反弹完你要站得稳 再反弹才行 反弹来可能再浪一浸下去 也未定的 又不用太过害怕 会有个大V型反弹 你错失了这个低级的机会 冷静点 好了 除了汇控之外 评保 评保 很多人都关心 我们几天都有朋友想看的 譬如这些表 如果这样你觉得自己不懂画 其实呢 有个方法 你可以指标这里 加一个Trend Watch 那就自己删出一条线 很清楚 平保 其实之前高位 就建立了一个上升通道的顶部 但是呢 之后出现了一个调整 现在回到这个上升通道的中轴 或者你可以当是底部 如果你是这个上升通道的话 也是去到50天线的附近 但是考验这个支持 希望是有点力量 其实呢 EJFQ 我们可以看看 那个灯号 其实还是绿灯之中的 还有三个绿灯 去年二月开始发出长线绿灯 至今升了超过一倍 所以如果跟灯买入的话 其实这些投资者是有相当大的水位肯守的 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当然了 如果你是高位才买的 所以要看着这些灯号 和这些技术走势 那平保呢 昨天就跌了整百分之六 另外还有应该 Kelvin就问二、三、一、三 我先看看二、三、八、八 现在我不记得了 老人痴呆 好 我们看一只中银香港 现在的灯号是不算太差的 还有三个灯 但是呢 它就失手了50天线 其实很多分析都觉得 今年是可以抠这类本地的银行股 因为憧憬它的色差会扩阔 现在的图 我们可以多画一个横行区 其实呢 这个中银有一个特点 其实它是一格一格地走的 很多时候都是 它上了一格 现在就回到横行区的中间 其实呢 如果你有两柱资金 那可以考虑现在 先进一点 看看它有没有机会 第二柱便宜一点 例如36元的水位再进 那当然啦 这些也是要好看美国债息的表现 跟息口比较敏感的股份 都要看住 我见很多大行都挺看好 这类本地银行股 以及受惠息差阔阔的股份 大飞合就说 都说不是股灾是调整 是啊 我没有说是股灾 你说股灾吗 好 Simon就想看一只823领剪 或者288 我们看一只823好吗 好 都跌得挺急的 但是昨天是绿灯来的 在我们的EJFQ是一个阳烛 现在它是减灯去到一颗灯 很早以前已经失手了50天线 似乎这个走势是比大市围弱 现在回到平台区 即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平台区 水平也是这一层 亦都有个成交密集区 即是所谓海货区的水位 我们再画一画 这个平台区 大概那时候有个这样的 突出之后 其实如果这样 希望它可以形成一个反弹 这个上升通道的底部 希望它有一个反弹力 但是这一类 其实同样也是所谓的适合敏感股份 即是要好看美国债息的表现 另外还有Campchenmark 杨太太在 早晨 Apple也在 喂 早晨 WiKocall想看三八八 好 我们马上看三八八 三八八升得又很急 跌的时候都非常急 好 那它两个高位 在昨天 那它还可以 它五十天线还有少少距离 而且仍然是三个绿灯 我想你可能会想购买 对不对 那这里有个位 258 就是上水的高位 257.6 257.6 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劲的反弹 那五十天线呢 就在258.9 那我们齐头当它258 看着258 那我猜今天应该是会反弹的 可能会高开 咦 真是的 现在9点03分 来 试着呢 就是港交所278元 升回11.2 升回超过百分之四 唉 我也觉得 是不是现在大家在恐慌性地 找东西搏反弹呢 唉 好了 那其实呢 港交所呢 又好看那个市场的气氛 现在的气氛这么蓬勃 是不是 那大家去找东西想搏反弹呢 那昨天的腾讯呢 其实都挺浪下 挺刺激的 如果今天腾讯 不如我们看看 这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 可能都成为一个憧憬的对积 的一个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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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 就是 新国企 即是以后国企和 恒子那么鬼似 都不知道怎么办 总之 昨天呢 就不过大家预了 恒子宣布了贵检结果 国子会纳入十只的 红丑和民营企业的 或者遮鬼主 那就是 包括些什么呢 就是之前一早预讯了的 包括有 譬如说 腾讯 中移动 中海油 等等 这一批新增的成份股 国子成份股的新贵 会分五个阶段 纳入国子的为期十二个月 比重 总之 3月5日 开始第一个阶段 初步 就可能会 佔国子的权重上限 是2% 直至一年之后 就增加 这堆股份 就去到10% 中金就计过 现在追踪国子的资金 其实就不是很多 91亿美金 大概是700亿港元 即使纳入腾讯 所带动的资金流入 只是日均成交额的十分之一 其实都对国子 或者对这堆相关股份的影响 就不算很大 但可能意义上大一点 不止是恒指 还有国子 这堆会成为国子的成份股 包括譬如说 药中海油 月海中信 另外一个贵点的焦点 就是港股通买卖成份股 其中港股通买卖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 今次这个指数加了16只股份 包括半新股 月文、二阴、合生、南鼎等等 还有大酒店、华人置业 太古B也有 挺有趣 另外还有新城发展 郁州、佳少叶这些内房股 但都剔除了10只 令到整个大中型股指数的成份股 由291只增加到297只 被剔除的股份有英均 金尼锋和渣打 渣打都被剔除 留意一下今天这些股份的表现 另外还有国子除了加10只外 还有纳入了总安在线6060 还有剔除了中国贴建1186 恒指方面 九仓分拆了1997 九仓置业 一如预期 九仓就会剔除出恒指成份股之外 另外业绩方面 我们看看吉利的营运数据 昨天吉利创了股价四个月以来的低位 跌至8.6% 但业绩有一个数字创了新高 就是总销量15.51万部 按年增长5.1% 出口量增加6% 内销方面增长5.2% 另外内房也公布了很多一月份的营运数据 按年增幅有些 譬如金贸有7倍 新城有1倍 恒大有7成的增长 世贸有超过9成的增长 软仰超过8成的增长 不过昨天的强势内房估也是跑输的事 碧桂圆跌至1成1的楼上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些反弹 不知反弹多少 应该是有反弹的 反弹多少我们可以看看 有没有人想看碧桂圆 看看 昨天跌至1成1 现在市前反弹5% 昨天失手了50天线 现在开市前是15.22 收复50天线 50天线大概是15.1 它仍然是两颗绿灯 如果你有货 又不太害怕 可以继续持有 但之前高位 昨天一下就穿了 之前高位15.06 15元这个水位都挺关键的 如果三爬两拨上去 那就安全一点 好 看看 另外还有些业绩方面 可以看看 6823 这些都是一般的 要看美国债息的情况 如果美国债息涨 这些吸引力进一步减弱 香港电信 623 截至去年12月底的全年业绩 股份合定单位持有人 应占日历50.97亿 按年增长4% 而相应也是增加的 派息大概增长5.7% 但是昨天就穿了底 昨天穿了底 即是9.4左右 昨天低位是 昨天低位是9.41 今早市前市升了大概1% 但已经看到4颗红灯 未买可以忍一忍 先看看 今届 今届是苏师傅的外股 哇 你看看市场这样回发 好像都没有市 真的OK 4颗绿灯 他公布了去年的盈利有2.55亿美金 按年增长3.8% 派末期息是11.2港元 即是派1号1港元 其实他一向的息都OK 我记得苏师傅都是贪他的息 昨天是不是破位 怎么这么厉害 昨天高位是6.74 哇 真的 这么狠 这就是多久以来高位 竟然昨天是破顶的 有没有看错 是2014年的8月以来高位 哇 真是厉害 你猜不到 另外 其实还有一堆 那些 证券股 都是公布了 营运数据 譬如招商证券 岸年增长1月份 静利量增长超过一倍 增长超过一倍 还有华胎 和中信症血 另外 营起有一只1475 多有趣 这只公仔面 日清食品 不错 但是昨天破底 昨天 上市以来低位 昨天 不是 但是昨天没有升跌 总之 今天就升了 现在就受着营起的带动 是开市前 市场反弹了 升回3.5% 报3.2% 他有一个营起 就说 估计截至去年年底指的纯利案 年大幅增加 因为营运数据增长了 以及有一次性的收益 以及中国的即食面市场 已经见底了 昨天报3.09元 昨天没有升跌 但是日中其实是破过底 这只入青 不过上市之后 似乎没有太大兴趣 虽然我不是每天的 整天都吃 好了 有没有朋友想看股 早晨 Tammy 范股东入了700 突然1548 没有? 这个700 其实我昨天入了少少 价位不算漂亮 但是我还有 还有些蛋药可以再后卫日 但我怀疑今天也 看看如何 其实这只我昨天 我错过了 这只金丝水 之前不是说20元以下想买的 昨天真的穿过20元 但我忘记了 我没有看到 这只昨天 现在市钱上回22.5元 升回成一成二 但我这些比较刺的 可能要用心 还有要克服那个心魔 既然它这么刺 都未必是適合我这一排 可以入董的对象 看到这只腾讯强力反弹 433 就是市前市近升23元 升幅有超过半成楼上的 我昨天也是比这个价位入的 但入得太少了 昨天的低位呢 多少 昨天的低位407 其实我多下了一个盘是405 但却不到 那一阵比较大贪 但未必不行 你今天反弹 之后可能又再有什么 好了 这样 差不多了时间 今天继续留意着 我们的即市新闻 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今天的市况有多错 收视之后留意女婉营的报导 拜拜 谢谢大家 不客气 感谢观看